我們這邊是不是最新的資料顯示有18件的案例已經成案 就是有加塑化劑的這種正式成案的 有會害到人的健康有毒的塑化劑 不是有毒 塑化劑本身都是有毒的 就在食品添加物裡面 它可能含有塑化劑 現在有多少個案子 我們從源頭抓下來的話 其實在衛生网上都詳細列出來 不是啦 我下意思是說最新是不是 因為剛剛我得到第一手資料是 已經有18件的正式案例在處理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18件是公司還是用產品 因為有時候 你都還不清楚 我沒去數了 因為我看它那個公告表上有很清楚 比如說台灣YES它就有兩三個產品 但是它屬於同一家公司 那當然是算一個囉 我最重要是要告訴您擔任主任委員 也是位高群眾的一個副院長 今天塑化劑這個事情 在台灣這樣爆發出來 似乎排山到海的這樣子 快要淹沒整個台灣的健康領域 但在我個人呢 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看法 還好現在趕快爆發 不然的話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恐怕所有人的健康都全部會全軍覆沒 所以這個時候危機就是轉機 你們說到今天凌晨為止 還是明天早上八 六月一號的凌晨開始 或是六月一號的早上八點開始 定一個標準之後 如何縱罰 能夠在五月三十一號以前 把所有含有 啟雲劑裡面還有塑化劑有毒的這種所有的東西 全部一掃而光 未來大家可以一個飲用安心 使用安心的環境 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定要確實做好 確實到位 你的看法 跟郭委員報告 我們一開始就從源頭抓起 反正是屬於育生冰漢 他們所使用他們啟雲劑的這個產品 一律下架 但是現在也沒有發現有第三家 所以照理說這樣已經安全了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就根據說 你使用啟雲劑的 你要自己來去檢驗 但是我不知道我怎麼檢驗 我也不知道這裡有沒有用 怎麼辦 萬一被你們查到 我是不是就要被罰了 廠商當然知道他有沒有用啟雲劑 是他一定知道的 那在那個衛生署的 按照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二條 他對食品添加物 他是正面表裂 所以啟雲劑他可以使用 這是合法的 他也知道他在用 但是他就找他的供應商問說 你這個來源怎麼樣 有沒有不法的添加物 是好 那對這個啟雲劑裡面 加速化劑的問題 看起來這是短空 也就是好像目前來講 台山倒海上 政府好像 不管是微信執政各方面都會有一點點小動搖 但我認為 絕對是長多 對 因為未來對大家來講 健康的保障 而且所有飲食方面的一個安全 能夠得到最基本的維護 這其實不必要怕這個家醜外揚 不必要怕說這個世界已經丟臉丟到全世界 因為香港 昨天報紙登出來 香港 隨便去檢查 那些人的血液裡面 竟然也有塑化劑的成分 也有毒的成分 香港人他們說 可能空氣接觸 可能食物接觸 很可能是使用的這些塑膠杯 塑膠瓶 所以上個禮拜我請經濟部師部長 跟協助的 為什麽 我們一起來建立一些制度 包括以求食品添加物的這個行業 都要建立GMP的方式 而且食品添加物本身要有建立追溯制度 類似履歷這種追溯制度 也要考慮說 對於副方的食品添加物 是不是採取一種認證的措施 那這幾個的話 就可以重建我們對食品添加物方面的一個生育 好 很好 做事的人就是安部就班 一步一腳印 就是慢慢走上來 我想民眾會看在眼裡 好 你請回 請衛生署長好嗎 署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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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長不用緊張 我是要把你標示堅定 來請按麥克風 我要表示肯定 這幾天假日 也看到你都在大賣場 大概在很多的場合裡面出現 但是你不疾不徐的那種風範 其實可以穩定人心 但是又有另外一種人講 他說 好 那些衛生署都不緊張 那家裡要笑眉眉 說實在這個年 做人很難做 笑眉眉眉眉眉 臉上來說一個臉眉眉眉眉 如果要笑說 那些衛生署都不得不緊 怎麼樣拿捏 我要提醒你 就是說 騎呂也被罵 不騎也被罵 只要堅持對的事情 你就去做 另外你隔壁的局長 我連續三天看了你三次的TVS表現 我要表示肯定 很少政務官很少事務官敢勇於上前線 去為政黨辯護 為政府辯護 為市政辯護 但是他敢實事求是 而且呢 裡面講了一句話 你知道我見到好多民眾黨來 因為局長在裡面講說 我可能為了塑化劑我要下臺 但是為了下臺 在下臺之前 我要是堅持我個人的一些看法或政策 你知道我有好多選民打電話來告訴我說 拜託你跟市長說 那個局長絕對不能下臺 因為他們 對於你勇於承擔 勇於上前線去 做一些政策的辯護 跟你所有查查工作的維護 他們表示肯定 我也表示肯定 是 所以我今天透過我們的議事記錄 我要正式對局長表示肯定 好辛苦了 好我看你黑眼圈都出來了 回去稍微仰明一下 好那也要對你們那個記錄 所謂報紙上寫的記錄媽媽 我覺得署長也要公開對他表示肯定 OK好謝謝